巴基斯坦接連發生兩宗自殺式炸彈襲擊事件 至少造成57人死亡 其中包括7名兒童 另外有超過50人受傷 是近10年來巴基斯坦死傷最慘重的襲擊事件 目前未有任何組織承認責任 第一次爆炸發生在西南部比魯茲散馬斯通 襲擊者在一輛警車附近引爆炸彈 當時市民正在參加紀念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的遊行 爆炸造成52人死亡 多人重傷 死者中包括一名副警長 第二次襲擊發生在鄰近的 開伯爾普克圖克雅散一座清真寺 造成5人死亡 屋頂倒塌 約有30到40人被困在廢墟之下